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我们全款之后就可以直接在15天之内达到我们的房间症了 那么同时呢我们也达到了拎包入住的条件 那么小区呢整个的环境呢包括我们的绿化面积也是非常的独特的 那首先呢我们先说到的第一个区域就是我们的寿楼中心位置 那么也是我们现在所在办公室的位置 一楼呢作为我们的寿楼大厅和我们的样板区 二楼是我们所有的这个健身房 三楼呢是我们的各种球馆 四楼是室外的网球场 这些所有的小区配套设施呢 包括我们的泳池泳道私人沙滩 全部呢都是被业主免费开放的 那么这些呢 当我们的寿楼达到80%以上的时候 我们的寿楼处中心呢将会全面变成一个中和式一站式的服务中心 包括我们的7-11711便利店 包括我们的升迁超市 我们的洗衣房 中餐馆和我们的社区诊所将全部对小区的业主开放 二号地区的位置呢 就是我们未来我们国际性酒店的所在位置 那么现在呢前面的这些区域呢 包括分为A区B区C区D区E区和F区 那么呢中间呢有一个闲地的地方 就是我们超大型的佛堂 再往前面呢就是我们的海滨区域了 前面呢包括我们的小型的连排别墅 包括我们的望海公寓 以及我们200米长 可以看到这个蔚蓝色大海的这样一个200米长 然后这里就是我们的收入中心了 那么这边呢就是我们的沙坛区 整个呢所有的溜洞里面 加大的200米长的选择 那这边呢就是我说现在所有的收入中心了 那么我们现在前面有很多泰国和中国的投资客们 我们在这边选择订购 那么我们就一起随着我的脚步 一起看一下我们的样板间情况 好的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31平到34平的这个小库型了 那么一居室那这边的左手侧呢就是我们的卫生间 好了那我们看到的这边呢就是一个小的房亭 也是一个活动的区域包括我们的沙发和我们的电视机 那再往里来的就是我们的卧室区了 卧室区呢也是一个非常温馨的这样一个设计 那么也是1米8乘2米的这样的一个双人床 那我们坐起来呢在上面也会非常的舒服 其实聊到这里呢我们不得不说 在泰国买房子和中国是有所区别的 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31平到34平的房子呢 那么在我们国内呢其实相当于是45平左右 因为呢在国内呢我们买房子 首先按的是我们的建筑面积和分摊面积来计算的 那么在泰国呢你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面积 是按照实应面积来计算 所以我们会发现我们所看到的样板间 和我们国内要大很多 所以在泰国投资的时候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知道 那泰国投资是有很大的优势 第一个它是按照我们的实用面积来计算 国内是按照建筑面积和公摊 那同时呢在国内的投资房产的时候呢 一般呢我们都是70年的生权 而且泰国却是永久的产权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不管呢 也和我们的永久产权把这个房产呢 传达给我们的儿子子孙 那么都是没有任何一产税的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我们一号地区的三楼位置 那三楼呢是我们的室内的篮球场 保龄球场 以及我们英式和美式的桌球 还有我们的比球馆 以及我们整个健身房背后的我们的洗衣楼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好了那这边呢 现在目前位置就是我们的保龄球了 我们看到了现在也非常的热闹 现在有很多的业主都在这里面 一起来玩耍我们的保龄球 让我们一起走进看一看 我们在这里呢 我们看到了家庭的一些人呢 会共同的在这里玩耍 同时呢在这边只要登记我们的房号 就可以免费的在这边来我们的保龄球了 这种感觉确实让我越越越想 那我们一起来试试吧 那么这边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室内篮球场 那么非常宽阔的空间 后面还可以看到我们的祖堂球和我们的平堂球桌 让我们一起一家人 有一个运动的走程吧 这边呢就是我们的室内美式桌球馆啊 那么让我们一起击打球 快乐吧 那我们这边所看到呢就是我们二楼的健身房区 那么前面呢这边呢是我们的跑步机 每一台呢机器呢都用料非常的扎实 它们这边呢都是从美国进口的机器 那同时右边呢包括我们的圆周 我们前面的就是我们的室内篮球 后面呢有我们的动感单车 以及我们的力量球 让我们走进来一起看一看 好那这边呢就是我们的力量区了 包括我们这边非常完备的 我们各个亚铃以及史密斯架 那么这边呢还有我们的各种各样的瑜伽球 和我们的动感单车 在这里面你将体验到前所未有的健身快感 让我们一起快组体验吧 好了那像这样的一个如此配套设施齐全的小区 那么想问一下在座的各位 那我们的小区物业费应该如何收理呢 在国内我们一般的高档小区 我们的物业费大概在两块到四块人民币左右 而在泰国的大多数小区 我们的物业费都在六块到十二块人民币左右 而我们的小区呢大概是五十泰铢 每个平方乘以平方米 那么再乘以十二个月 也就是说你只要交满第一年的物业费 以后终身的物业费都会免除掉了 所以在泰国持有这样的一个房产 简直是没有任何成本 好那我们就一起去看一下 我们小区实景的我们的一区和二区 以及我们外面海滩200米长的私人沙滩 让我们跟随着车一起来走过来 好了那我们现在小区的第一区的 我们的第一区已经到了 让我们一起看一下我们的物业吧 好那这边呢我就是我们的第一区了 让我们一起来往里面走看一下 那么整个呢我们的外墙体是白色的 那么一共呢是在我们六层之间 那么有一个200米长的有食有道 那这200米长的有食有道前面呢是我们的主大区域 方面呢是从0.6米到1.6米深到我们的儿童是九层 那么也方便于我们的儿童和成人共同来说 那么整个我们的主体建议呢大概是层高八层 那么第九层呢是我们的贼热层 也保护了整个我们小区的这样一个平常一百的颜色 那同时呢二楼和三楼呢现在是我们的故事区 一楼呢推开门就是我们的游戏 那同时呢在我们中国人喜欢的六层和七层当中呢 也可以看到我们大海角度的美景 好了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 就是我们前面二期的连排小别墅了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所有美丽的泳池 包括和我们大海三楼简直是海泽一色最美的金色了 这边呢我们的沪层高呢大概都是三层 那么从我们的沪行呢从一百五十坪到两百四十坪 这样的一个超级无敌的海景了 那想象一下我们如果坐在这边 当我们清晨起来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到那大海简直是一个不一样的享受 好了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我最开心最喜欢的地方 两百米长的四人沙滩 那在这样的一块区域当中呢我们有一个非常个性化的贴心小设计 那前面呢会有很多的桌椅跟我们各个每个人来在这里设计 所以回顾我们所有的小区我们会发现 在这样一块有四人沙滩的这样一位旅渡度大升级 简直拥有一套房产是你最好的选择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好了那相信我们本次的游览已经让你对我们华兴活力城的小区有了整体的了解 那么接下来呢就想跟大家去聊一聊我们如何去购买这套房子 那来到了泰国之后你选定了你自己喜欢的那个户型之后呢 那我们呢就要交易给我们泰国的黄海银金了 那么大概呢是15万泰铢人民币三万五左右 那么我们呢就可以帮助您开一个您本人名下的一张泰国的银行卡 那么后续的房法呢将由您从国内直接呢转到我们泰国您个人名下的银行里面 那当你的全款全部结束之后呢 我们将带着您呢委屈出您的房屋责痛到我们的土地亭进行办过故 您就会拿到你所说的房产证 那么在这个房产证拿到之后呢 我们的装修队就会进场了 那么装修队进场之后呢 我们大概呢两个月的时间 您就可以来到泰国去住到您影响的房子当中了 相信在我们中华之夜的保驾护航当中 您在泰国一定会选到您最满意的档案